虽然说 2022 年还没有过去 但是已经有很多的汽车厂商呢 在为明年准备新产品了 最近就有网友发现呢 在 GULIM 呢 他们看到了这一个小改款的 3 系列 而根据我们了解呢 这个小改款 3 系列 最快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来到我国市场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先看一下这个 3 系列小改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3 系列的背景 目前 3 系列代号是 G20 是在 2018 年的年末 在这个全球首发 而那时候我们也受到 BMW 马来西亚的邀请 去到葡萄牙试驾这一款车 这一款车发布之后呢 可以讲是狂风少落叶 横扫了马来西亚这个极具的豪华房车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我们看车身尺码的话 这个 3 系列跟 C-Class 呢 其实已经归类在 D-Segment 的车款 虽然讲他们的空间表现 没有日系的 D-Segment 那么大啦 OK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的外观确实很帅气 所以在本地市场能见度非常的高 一开始呢 BMW 马来西亚引进的是这个 330i 的车型 之后 CKD 之后 添加了 320i 这个入门级别 还有 M340i 这个性能版本 另外还有主打节能的 330i 所以本地的三系列呢 阵容是非常的强大 也因此它才会吸引那么多的消费者 而这个小改款车型呢 是在 2022 年的 9 月发布 除了延续之前动力配置之外呢 原厂还在欧洲市场添加了 48b 的轻度混合动力系统 主要呢是为了满足欧洲市场的这个排放发挥 不过我相信马来西亚市场应该不会有这个 48b 的系统啦 另外呢在中国版本呢 他们也特别开发了一个电动版本 也就是 i3 不过这个 i3 跟之前边的 i3 是不一样的 大家要清除一下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改款三系列外观设计 它采用了全新的家族化设计 不过没有大鼻孔 大家放心 然后可以看到改变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头灯组 头灯组变成了六角形的设计 那个天使眼正式被取代了 不过我必须讲老实话 我觉得这个全新的头灯组六角形的日渐星车灯 非常的时尚 而且你可以看到前方的保险杆呢 也是比较有棱角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的方正 我觉得还蛮犀利的 对比之前的 G20 呢 虽然讲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以前的 G20 啦 但是不能不否认的是这个新的 3 系列呢 它的外观上面是比较年轻化一点的 至于在尾灯 那个很好看的 3D LED 尾灯 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改变没有太大 不过整体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你觉得满分 100 分的话 你会给大分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在内装的设计部分 BMW 其实一直被人吐槽说 它们的内装有一点老土啦 就是没有办法跟上这一个 Mercedes 节奏 所以在这个小改款的 3C 上面 你可以看到BMW 真的在内装下面下了功夫 首先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有这个双联屏设计 老实讲这个双联屏设计 确实帮这个内装提升了不少的科技感 而且这一次呢 氛围灯也没有缺席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内装设计还是蛮好看的啦 而且重点是 那一个小鸡腿再次缩小了 它变成一个小小个的电子排档杆 这样子简洁的不少 不过我个人觉得BMW 就是要有那个鸡腿排档杆才有味道啦 这就是我个人觉得啦 在这个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其实在国外的 3 系列呢 有着非常多的先进安全备备 在我们跟着一个国外的BMW 高层了解之后呢 它们有表示啦 其实它们也很想把这些配备带进来 不过因为马来西亚法规的关系 没有办法在本地使用这些先进安全备备 但是呢 本地的版本其实还是没有ACC那种啦 所以我们希望小改款的车型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ACC啊等等的先进安全备备 毕竟这样子的价钱的车款了嘛 所以铁一下安全备备 不为过啦 在国外市场呢 这个 3 系列是有非常多的引擎选项 不过相信在马来西亚市场呢 还是会维持跟小改款前一样的啦 也就是这个入门的 320i 然后这个 330i 330i 还有性能版本的 M340i 其中呢 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这个 M340i 的表现啦 因为毕竟它是搭载这个 L6 的涡轮增压引擎啦 然后关于这四款车的引擎数据呢 我们都会搭载萤幕本让大家看一看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买 3 系列的话 买到 320 就非常足够了 虽然讲你看它的马力不超过 200p 但是对于一般的使用来讲 它的动力表现其实已经是 more than enough 真的是非常足够了 而且重点是它也相对舒适 如果你时常载人的话 这个 320i 的配备也不错啦 如果说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感受一下科技感 感受一下这个未来电气化的话 那么 330i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讲真的我自己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开 330i 啦 因为整个开起来感觉比较顺畅 大家可以去试驾看一下 等新车发布之后啦 在这边要跟大家补充个小知识 就是 BMW 马来西亚在本地组装的车款呢 其实并不只是供应本地市场而已 像是一些 PHEV 车款呢 它们也会出口到邻近的国家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马来西亚那么快可以开到小改款 3 系列的主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原厂还没有公布什么时候会发布这个小改款的 3 系列 不过据悉呢在明年的 1 月 11 日呢 BMW 会有一个活动 就是会公布一下明年的新车计划 而且据说在现场会有几款新车 那么会不会有小改款的 3 系列呢? 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 channel 如果有小改款的 3 系列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这个新车消息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还有在这边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